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看回到这个近期内地 大量的政策刺激经济已经都有出台 那另一方面呢 离岸人民币在昨天 是刷了一个两年的新低 国际经济形势也是进一步的不明朗 更多原因和信息 我们现在来连线 会为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徐伟华先生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哈喽Michael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首先想和你聊一下内地的方面 最近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支持民营经济 中央的表态也是非常的坚决 这个态度的变化 你觉得背后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首先我们认为呢 就是说最近中国经济出现的这样一些情况 是中国政府一致以来 有序调控的一些结果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呢 最近一直在加大对房地产行业的一些整治 好像遏制房地产泡沫 此外的话呢 也就加大了一个去杠杆的过程 造成一些这个没有效率的企业 或者说没有竞争优势的企业的生存环境 对于艰难 那在这个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呢 带动了这个宏观经济的放缓 所有的企业都受到了压力 那在这个时候呢 出现了很多一些极左的思潮呢 讲到说民营企业就要退出舞台 总统这些讲法 民企的不必要的担忧 那这些到底是不是说 中央政府的一些宏观层面的一些政策呢 实际上是要分开来看的 那么在最近呢 中美这个贸易摩擦 加大了这个一个负面影响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了不管是说 从国家总理李克强 还是从习近平方面呢 都再次强调了民营企业 在经济发展 以及经济增长中的这个巨大作用 尤其是这次习近平 在视察了港珠澳大桥之后呢 在广东考察了多间民营企业 也提出了要继续坚定不移的 深化改革开放 然后呢支持中小企业 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 那我们认为呢 实际上的话 从中央方面来看的话呢 其实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呢 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 这个力度上面的调整 我们认为呢 接下来看的话呢 可能是一个油坏转好的这样一个过程 市场并不需要太过于担忧 那么此外呢 我们知道的话 就是说在这个国家政策方面的话 也意识到这个 对出口行业现在很大这个不利的影响 那么出来的对出口退税的 这方面的一些提高 加大了这个企业所得税 以及个人所得税的调整 所以呢 我们看到种种迹象表明的话呢 中国政府呢 已经在调整之间的这个宏观经济政策 从这样种种迹象来看的话呢 我们认为这个经济可能在一个好转的过程中 那我们再来聊一下股市方面呢 中美股市最近是双双下跌 也引发了全球的恐慌 但是我们想对比一下这两个市场 他们这轮下跌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分别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两个地方 绝对是冰火两重天 美国呢 应该是一个高屋见领的一个态势 因为美股呢 我们知道呢 经历了一个长达9年以上的这样一个牛市 那么当然背后也有它的原因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经济增长呢 非常强劲 那么第二季度的GDP增长达到了4.2 今天晚上的这个GDP数据呢 大家也预计不会太差 那么企业方面的话呢 也一直受惠于这个低利率政策 那大幅调整了自己的这个负债 以及这个股票回购的这个力度 企业的业绩增长呢 也受惠于特朗普 之前推出了这个减税措施 所以我们看到的话呢 这个股市上涨的这个动力非常强劲 那么也带动了全球投资者 对美股的一些信心 资金不断流入 这也是为什么说在今年上半年呢 美股一直是在上涨 而且创造了这么一个高的水平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话 确实有一些负面的消息开始引现了 首先就是说这个美联储呢 认识到这个通货膨胀的风险 开始准备这个加息 那么加息呢 势必会提高资金的成本 而且会带来这个资产配置的调动 带来一些波幅 那么此外的话 我们看到那个中美贸易战呢 也不可避免的话 会影响到美国企业的这个盈利 看到新的一些企业的这个业绩指导方面的话 出现了一些比较负面的预期 这也是近期美国开始下跌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 美国是在一个高位开始逐步下跌的过程 虽然说现在来看的话说 是不是开始要出现熊市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还为时过早 但是基本上是从高位开始往下走的过程 而中国呢 从之前我们开始调控房地产 是开始去杠杆去产能 基本上就是说一直是在下行 那最近的话呢 又加上这个中美贸易的摩擦的负面影响来看的话 其实政策又开始微调了 我们看到企业的估值也跌到了 一个相当低的水平 那么很多企业呢 也是泥石俱下 好的企业坏的企业都开始下跌 那么坏的企业现在可能正在面临一个被淘汰 出局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政策的话呢 在这个方面如果能引导的比较好 能给予适当的支持 或者说政府能有效地看到这一点的话 我们认为中国这个股市 可能是在一个逐步开始触底而上行的过程 所以两个地方呢 我们觉得是非常迥异的 那么香港呢 加在当中呢 我们认为总是是更加扑朔迷离 那么香港的话 最近我们看到房地产也出现了下跌 这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多次谈到了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明年 对香港来讲一个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如果房地产下跌的速度和幅度过大的话 那这个香港这个股市的发展前景 就非常开悠了 那我们再看到欧洲方面吧 欧洲央行昨晚的会议上也说 这个维持三大基准利率不变 并且也重申2018年底前要结束这个QE 那么你怎么来看欧洲地区的 这个未来的经济增长呢 首先欧洲央行昨天的这个举措呢 是稍微有点出乎意料的 大家对这个行长德拉吉的这个讲话呢 普遍认为是过于鸽派 过于宽松 那么首先的话呢 就是说它维持的这个存款利率 还是一个-0.4的这个负利率 那基本上呢 这个QE呢 它强调说会到12月份才会停止 那么这个一个利率的政策呢 它讲到至少要到明年9月会保持 明年夏天会保持到 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市场预计可能9月份 是不是会有所改变 那基本来讲 这在全球央行来讲 是一个非常宽松的一个措施 在全球在美国 很多央行都在担心通胀 开始加息的过程中 而央行却还在进行QE 这确实是也说明了 这个欧洲经济 欧洲的经济增长非常乏力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之前的意大利这个国家 财政资质的这个预算呢 报到欧盟之后呢 被否决 那么带来的这个资本市场 不小的这个震动 股市暂时都出现了很大的下跌 那么这也是说明了 这个意大利的经济非常薄弱 我们知道之前的这个土耳其 货币出现危机的时候 也有很多意大利的这个银行 对它的这个风险墙口非常大 所以债券股票受到抛售 那么其实说穿呢 就是说这个意大利是一个欧盟的 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 那么作为这个意大利人的 这个欧洲央行行长达拉吉 也是虽然没有说公开这样讲 但是也是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我认为这个不光是对意大利 而且对整个欧洲这个经济发展 那么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欧洲在明年 即使在明年来看 也可能会比较薄弱 那么包括现在德国的 一些新的经济指标出来 也就开始有些转差的风险 那么在如果全球经济形势 进一步变复杂 而且贸易情况变差的情况下 欧洲明年可能这个经济增长 会进一步受到压力 而意大利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炸弹 那Michael 其实我还想再 看回到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 它的离岸这个 离岸人民币刷了一个两年的新低 那你觉得这个会不会造成 未来对于人民币方面的 一个恐慌的情绪呢 其实人民币我认为 其实说人民币现在这个波幅 并不是非常的大 我们知道昨天欧洲央行的 这个央行长的一句话 就可能让这个货币贬值 0.7% 百分之1左右 那其实人民币这个波幅来讲的话 其实并不是很大 那么市场一直在讲说 人民币贬值会带来风险 其实是忽略了就是说 中国这个资本市场的进出 现在还是受到政府相当程度的监控了 所以说总体来讲的话 人民币的这个走势 是完全取决于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个想法 我们认为在中美贸易 贸易争端处在很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中国是不会让人民币出现 大幅剧烈的贬值 那么一旦说全球经济变差的话 美国方面可以动用的手段 可能就是包括暂停加息这样一个情况 可能所以中国方面的话 在这个情况上 可能还会受到人民币升值的风险 那么我们知道最近的话 安倍来访华 大家在探讨说 如何更好地跟美国进行贸易谈判 如何看待广场协议之后 日元升值带来日本经济崩溃 出现衰退的十年 我们认为 所以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人民币可能是不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波动 至少在近期来看的话 会严格受到政府的一些控制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Michael 来跟我们做这么详细的解答 谢谢你 好的 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会 广告后后我们继续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